好 剛剛我們在語系的設定 還有就是讓各位稍微測試錄過一次的 你有沒有發現你剛剛錄下來的 它自動加進來的文字其實是簡體的 沒有注意到齁 是繁體嗎 我記得好像 其實我原本有改過 但是我發現好像我拿到別台電腦 它還是會復成原來的簡體 那不管怎麼樣 如果你剛好是繁體的 恭喜你 因為不用做 對不對 如果你的有跑掉的 你總不希望 以後一個一個慢慢改吧 我們希望它變成繁體中文的目的就是 我希望下次我再做就直接變中文的 對不對 那這樣最方便 所以呢 你要一個一個改是一種方法 你看我回到這邊來 你點到任一個這裡 有沒有可以點到它 多多 是不是就可以改了 有沒有 這每個都可以改 那麼如果你希望它自動加進來就是中文的 不要再簡體 萬一你錄了二三十頁 你總是要改二三十次 但是噩夢還在後面 每次錄每次改 所以請你來這邊 編輯裡面 有一個叫做什麼 環境設置 各位有沒有發現我這是有輪印的效果 對 因為這個是Azure的 哈哈 這樣了解了齁 Ctrl 4 對 好環境設置 好 您找到這邊 上面這裡 有一個叫做自動注釋文本 看到了齁 就是這裡 等一下 對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我 名稱是這個 右邊的直 你看我左右兩邊 左邊是不是原來的 右邊我有沒有換成繁體的 這樣你知道了吧 所以你在這邊改完就好啦 那 對對對 所以 那另外呢 在這邊 注釋裡面也有 好 剛剛那是自動注釋 好 那如果你是手動自己加進去的 你看在這裡 形狀 對不對 形狀這邊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變更文本 在這裡 看到了齁 他原本裡面 有的有字 有沒有 這有的有字啊 你就可以變更文本 就輸出了你自己的那個內容 這樣就可以了 欸 請問一下 如果你要用他的 要直接轉 要重打嗎 蛤 打字快的是沒有差 打字慢的 你可能就會斤斤計較 那還要趴下距 所以其實也有轉打 但是這個我沒有分享給大家 就是 那個是免費的 我在我的軟體裡面 我有放 我忘記 我好像沒有放在sever端 但是我給你看一下那個 軟體是在哪 有哪一個齁 有一個 其實有很多可以轉齁 減盤轉換 握的裡面也可以 但是我大部分都是用這個 叫convertee 這個 這個 有沒有 這個也蠻久的 這蠻久的 那不用安裝 所以我如果 多多兩下 執行了 你只要把剛剛的 這個內容 比如說我在這邊 現在是繁體對不對 你執行了之後 滑到螢幕的最上面 有沒有爬出來 那我現在在剪貼部裡面 所以你要找的是哪一個 剪貼部的 這個 我現在是繁體喔 把它變成簡體 有沒有 這樣就轉換成功了 所以貼進來 等一下齁 我看一下這個是 應該是繁體的 直接變這個 我看一下 有 哇 這樣變亂碼了 我再扣一次看看齁 應該是這個可以吧 我記得是這個 不行嗎 貼上 黏貼 怎麼會沒有 正常來講 你可以像這樣去轉換 轉換再把它貼進去就好了 這樣的話你就少了打字 不過說真的 其實繁體的有一些用語 雖然字是一樣 但是總是用語上還是不大一樣 所以如果你要直接改 其實也無法 因為字不多 對不對 這樣就比較方便 這樣OK吧 所以你就知道它在哪裡 那快速鍵一樣 這個就不用再看齁 好 我就把這個 關掉 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所以如果說萬一你有錄錯了 你可以直接刪掉對不對 要補怎麼辦 欸 錄錯不用補喔 哈哈哈哈 這樣錯就錯 不行啦 這樣教壞人家 對不對 所以呢其實你看這裡 換燈片 有沒有補錄 或者你有錄好的 因為我也可以 假設我要中間我要加一個說明 你也可以加空白的 我來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說明 這樣您大概了解意思齁 那或者你要把 powerpoint加進來也可以 不過說真的啦 如果你要用powerpoint 我就用powerpoint錄就好 幹嘛用這個 對不對 這樣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啊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說你可以做不一樣 其實反正教材的做法有很多種 簡報 只是其中 最末節的一個 你可以有很多方式 我們的教法我們需要可以 最重要是讓對方可以了解嘛 好 所以找到你覺得比較OK的 好 那這個呢 是他們每個投影片之間還可以做那個 像簡報一樣做什麼 單入單出啊 什麼 但是平常我不是那個啦 這樣就沒什麼意思啊 你有興趣你可以去看看 那如果你都弄好了 比如說您看上面 事實上他在這些功能 都在哪裡 都在下面這裡 這樣有看到吧 所以如果你要加文字 這裡也有文字 如果你要加比較清楚的 高量的 就是所謂的這種 直接點兩下 這樣可以吧 平常有按門神過嘛 所以 不會太慢啊 這樣總是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 那當然你可以自己決定 它出現在 其實你從這邊加入之後 它就是一個塗層的概念 這樣了解 你看剛剛是不是這裡 這樣 沒問題了齁 好 那我們來看最後的輸出 抱歉有單入一點時間齁 最後輸出在這邊 右手邊 其實除了這裡以外 它後面還有一堆 有沒有 因為我現在螢幕比較小 好 那我把它先拉過來這裡 如果你要做最基本的 變成視訊的 就從這邊出去 好 像我剛剛一樣把它輸出 那你要變Fash就變Fash 但是這裡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如果你這個過程 你是比較屬於 就是需要重複操作性 讓大家比較了解的 比如說實驗的過程 有它有一定的一定的步驟 還是有某些就是它有標準的那個流程的 你不能說隨意的這樣跑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輸出成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Agent 這是變成網頁的 也可以變成Fash的 變成Fash 我用這個給你看好不好 好 好 那它會有一些樣式 不管它啦 輸出源 找不到 OK 好現在我就直接輸出 無法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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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呢 它就會變成網頁 當然如果你有一些視訊的 以Fash來講 視訊處理會比較好 所以你也可以選擇 就是剛剛輸出的時候 用這個視訊 用這個Flash的方式 那它就是裡面有互動的 有互動的 那我現在是變成網頁 有些時候是網頁 你放在網路上是比較方便 好大家可以看 很難得 這個課程最後沒有 有一點的安靜的時間 哈哈哈哈 好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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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了 那我就打開了 有沒有 雖然這裡啦 這個會變簡體嘛 事實上這個網頁可以改啦 它的範本事實上也可以改 只是今天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是 這個叫做演示用有沒有 也就是跟剛剛一樣 就直接demo 就沒有停下來 但是呢如果你是要指導教程 學習或測驗的 我們來看一下指導 指導或那個學習就是會出現提示的 什麼意思呢 其實你看我們剛剛在做的時候 它除了加上這個 有沒有發現它有加這個 那麼現在呢 有沒有 這個就是用來 我們這種輸出用的 剛剛 剛剛有沒有停下來 因為這裡有點 有點擊 所以你要來這邊點一下 想的 它才能夠繼續停下去 就是你有步驟是正確的 然後你做到這邊正確的 好下一步 這個我就不知道點哪裡 不知道點哪裡的時候 它就會提醒你 我看一下 在這邊 訊息 我看一下 那個在哪裡 我這裡不知道點到哪邊 因為我們這個 不是用來學習用的 所以你看這裡有沒有 它變成這個手 你要點了 它才能夠繼續 如果點錯了 它告訴你 回答不正確 所以這個 如果你是 比較屬於有標準流程的 這個就適用 那也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編輯器嘛 所以你在這樣用的時候 就比較方便 會比我們用Debug Capture 那種 我全部都錄給你看 答案都給你 沒有用 有些是需要練習的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好所以大致上我們 這個軟體就先介紹到這邊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